如果只是做做樣子的話 那普丁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你把十幾萬大軍 而且是最先進的武器放在這邊 然後把軍隊再拉回去 他在國內面對反對黨的壓力的時候 他該如何自處 是會變成軟弱的普丁嗎 因為現在整個俄羅斯內部已經開始有反對黨說 你普丁不要打仗 不要害俄羅斯被制裁 他不講還好 他一講普丁非打不可嘛 因為他回去就變成軟弱的普丁 可是普丁可以至今維持在俄羅斯屹立不了 就是他塑造一個強悍的形象 其實所謂的美國一直在世界上宣傳說 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 多多少一方面是能夠提醒俄羅斯說 我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我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到你們的軍事布局 或者是說你們下一步的 在國際政治上面你們的盤算 另外一部分也是在提醒烏克蘭 自己應該小心一點 或是烏克蘭在某一些 人家說可能國際金融 或是說國際貿易的上面 他必須要佼佼一點共平 其實美國在烏克蘭的利益 他也是希望能夠擴大自己的液化石油 其在烏克蘭的市場份額 對俄羅斯來講 中國的問題對他已經不成威脅了 那麼問題就在歐洲這塊 北約對他的威脅 所以他這塊他一定要跟美國來談判 我覺得就普丁來講 他也看到的這個歷史的時機 對他很有利 因為他也看出來美國急於想要從歐洲這邊撤身 然後來對付中國大陸 那麼所以這個對普丁來講 他是看到機會了 所以跟美國很大的壓力 在歐洲這邊把他的腰要打到目的 都擺到談判桌上來 我覺得打起來其實對於美國跟烏克蘭 還有俄羅斯都有好處 唯一沒有好處的是歐洲 對於美國來說因為只要一打仗歐元一定會跌 所有資金會往美元 還有美國國再去做所謂的避險動作 那美金漲幅不用多漲7% 美國現在通膨就結束了 對於烏克蘭來說 他們那個烏東地區 從頭到尾都是普丁的鐵粉 他們裡面也是俄語區 所以如果掉的話會更凝聚 凝聚什麼 整個烏克蘭裡面反俄的情緒 那對於烏克蘭的總統來說 這是很好操作的議題 也不是那麼嚴重天塌下來的事情 那對於俄羅斯來說的話 他打他當然擔心說 我的打下來後我被制裁 我的天然氣沒辦法賣到歐洲 可是 普丁在東澳開幕的時候 已經跟中國簽訂好一個 1000多億美金的合約 要把天然氣賣給中國 所以他已經找好下家了 所以對普丁來說 這邊可以正式的跟美國對抗 然後展現拜登的軟弱 這對普丁來說也很重要 所以打下去有俄羅斯又打了理由 烏克蘭其實也未必全輸 美國一定會獲利 可是歐洲會全輸 俄羅斯如果用武力的方式 想要解決問題的話 可能會把他自己陷得更深 那麼最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也就是用武力做一個後盾 來施壓 造成一個外交的談判 我想這應該是比較理性的啦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